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情歌 许罗盛 作曲 李宗盛 芳华四季 芳华四季 灯鸢灯、酒绿 灯红、酒绿 抬眼望如人间陷进 起风呼吁 无路寻觅 满心闻是人生间行 高楼如雨 想着美女 回头看那一只蚂蚁 世态也凉 世态也远不哭灵笛 冷嘎后再绝出海底 你的容颜已久 你的真情暖流 你我相见时能愿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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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相见时能愿意呢 要我留在洋行可以 除非我们合伙 合伙 亏你想得出来 你简直是白日做吗 汉四大板你出钱 我出力 卖了多少的东西 我抽多少佣金 就算我将来还是要办小丑 你不是我的老板 我也不是你的伙计 我们平起平坐 小子 真有你的啊 温 你倒真是很会抓住时机啊 看死先生 这太疯狂了 我们日耳曼人做事 最讲究时机 阿修 你和威廉 两个人的脑袋夹起来 还不如他一个人的脑袋 好吧 温 你的条件 我接受 我等的就是这句话 刚才那份合约可以作废了 现在应该重新做一份合伙的合约 干杯 温阿修 你别太狂妄了 温 你让我看清一个事实 敢在这里闯马脱博财富的强硬对手 不一定只有白种人 各位大爷 头一次来吧 没错 第一次来 我是冲着老发祥万师傅 正宗宁波红帮裁缝殿的名声找来的 难怪我看着您面生得很 师父真是好记性 见过的人一定过目不忘吧 那倒不敢说 不过我在这条巷子里开店也二十多年了 来往客人的衣服尺寸 喜欢的衣服样式 大约心里都有个谱 那我跟您打听个人 差不多十八九年前有一个女的 可能还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女孩 在这一带出现过 不知道您是否听说过 这里来来往往多少人呢 何况过了十八九年了 我哪有那么好的记性啊 师父 您刚才还说 见过的人过目不忘 那是您说的话 您是来做衣服的吗 是 当然是 您的女儿不在家 您是来做衣服的 还是来打听事情的 我只是随便问问 为什么一提起您的女儿 您这浑身就像长了刺似的 这年头不安好心的人多了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他妈死得早 总要小心着点才是 你说是吧 你一个大男人 把女儿拉扯这么大 真不容易 那可不 女儿是自己的亲骨肉 再辛苦 再不容易 就算少活几年 也不能让孩子受委屈 谁叫我是她的亲阿爸呢 谁 干什么的 走 好 人呢 这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该不是冲着新莲来的吧 站住 站住 你干什么 老实点 别动 老实点 老实点 干什么你们 别动 说 万青莲在哪儿 宋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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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啦 你这是怎么了 快说呀 快说话呀 怎么了 你疯了 OK 什么OK啊 赶快恭喜我 我们阿璐从今天开始 就是花园洋行汉思大班的合伙人 是真的 合伙人 我把他的留生机给卖了呀 汉思他想给我来个下马威 没想到被我反江一军 我逼他跟我签了合作合同 你看 你 你真 真厉害 不 你真可怕 可怕 你不喜欢我步步高升 怕我踩上天梯啊 不是 而是 是你冲得太快 快得吓人 这样还叫快啊 我挨了那么多次打 受了那么多次伤 终于等到今天这个机会 难怪太帝说 说你很危险 危险 穷小子冲太快了 就叫危险啊 哎 马兄 哎 马兄 你去哪儿 马兄 马兄 温阿璐 你可真是走运 上帝可能睡着了 我又赢了你一局 看样子你的上帝 还是挺关照我的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敢不敢跟我赛车呢 我要叫你尝尝 输得很惨的滋味 比就比啊 到时候谁输还不知道呢 阿璐 你别逗气了 好冲得太快了 他说不参赛 就等于认输了 你该回家了 你家人在等着你呢 还有啊 星连找过我 他说等你回家 嗯 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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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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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冲得太快 加油 加油 你女儿到底在哪儿 你们要干什么 是我在问你 我找你瞎打听 我女儿怎么得罪你们了 我被你们拼了 我被你们拼了 老家伙 你拼了 要不了 把我心里交出来 我就是找你一命 哎 哎 哎 小心啊 阿璐 小心哪 给我海盘打 打到他说实话就行 你拆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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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好像死了 还有事 楼上两人 上 上 快 快 给我送些送 看他能藏哪儿去 啊 哎 哎 奇怪 特别 都好 我 你 我 啊 有 你 你 吗 阿露 这就是你跟我作对的下场 阿露 阿露 好样的 连 他 伊莲 伊莲 阿露 伊莲 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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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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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怎么全身都是血啊 阿爸 我不是你的血阿爸 阿爸 你说什么 阿爸 别打断我的话 来不及了 你的身世大概很不简单 有群人拿着刀枪来找你 好像跟你有仇 不明白 阿爸 你说什么 你快走 叫阿璐带你逃 我 阿爸 顾不了你了 阿爸 阿爸 我带你去看大夫 走 阿爸 你起来 阿爸 你啊 阿爸 你行白名 千万不要再回家了 阿爸 你起来啊 你走 走啊 阿爸 我 我不 我不能不管你 你走 你 阿爸 阿爸 你怎么了 走 你行白名 你给我什么 你怎么这么不 咻我的话 阿巴 傻丫头 我不是你的亲阿爸 你是我在财富店外面见来的 你身上那块玉佩 是你阿爸阿妈留下来的 如果他们还活着 或许能认出来 你走 你快走 你走啊 不 阿爸 你再不走 我打死你 要走我们一起走 不 阿爸 傻丫头 你走走啊 不阿爸 我求求你了 你养了我十八年 你就是我的亲阿爸 走 不 不阿爸 我不能丢下你不管 走 你跟我一起走阿爸 我求求你了 走吧 阿爸 阿爸 走 站住 你就是万新莲 是你伤的我阿爸 新莲快跑 快 快跑 快抓住他 阿爸 跑啊 还愣着干什么 阿爸 快抓住他 快 阿爸 新莲快跑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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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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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走 你跟我做对 怎么样 不行了吧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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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比一次啊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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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帅个狗啃泥 这不过是一场游戏而已 输赢 又这么重要吗 我不喜欢输 所以我一定要赢 不管做任何事情 我都要赢 小裁缝变成汗四大班的合伙人 我已经赢了一大局 我已经赢了一大局 马修不服也不行 万丈天天 你只不过登了一小步 不要太得意往刑了 你别扫我的信了 那 这就是我得意的本钱 只要我把这份合约拿回去 师父一定吓一跳 这回他就不得不把新莲嫁 把新莲嫁给你是吗 你怎么不说话了 你要我说什么 祝你们情色和明 祝你们勇于爱河吗 新莲她是个好姑娘 你更好 更 可 可惜 我没有在新莲之前遇见你 我带你也许说得对 我们应该到此为止了 到此为止 凤华 凤华 总算我们也相识了一场 今天 现在 我们在这儿拷屁吧 够 够 好 我这样做 可能对你对我都好 祝你一切如意 如果没有你 我这辈子写不出如意两个字 你是我的知己 究竟的 你知道吗 还有谁等我 阿嬷 可是心怜呢 我不想不负心 可我也不能为你 你好自私 你好贪心 你骂我什么都行 反正 我就是不要跟你到此为止 就此告别 不告别 难不成你不回家了吗 难道你要一直陪着我 好啊 陪就陪啊 反正我对师父跟心怜 已经有一大堆陪不完的不是了 早回家晚回家都一样 想去哪儿 我带你去啊 驾 你想去哪儿 我就带你去哪儿 去天涯 去海角 那我们就去天涯海角 驾 驾 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 等我们办得给你找个好趣 社主到 社主 不是让你做得干净利落吧 怎么把人带回来了 社主啊 一朵鲜花上的大姑娘 毁了太可惜了 不行 我得让于老三断了念想 把他装在麻袋里 困上石头 扔到白鹅潭里去 社主啊 这么好的货色 把他卖到 攀鱼花县的书鱼酒楼 一定能挣大钱 不挣百不挣啊 他到了那种地方 于三爷还能看得上他一个残画白了吗 社主要不要仔细看看清楚 真是个值钱的货子啊 这事交给你来办 不要留尾巴 社主放心 这回我就放心 把于老三和翠儿送进东房了 社主您慢走 把他看好了 好 阿隆哥 你现在在哪儿啊 说真的 从来没有哪个姑娘驾马车驾得这么好 真是不容易 谁说我是姑娘驾 我可是你的小哥呢 如果说 现在下一场雨 就好像回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晚上 以后凡是下雨的夜晚 我都会驾车来接你 我们一起兜风 一起回味那天晚上的小残风雨险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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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险计 跑到真是吧 我曾经闻吧 你能够着 我得租着 你、「好可可 façon,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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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声 你真以为 我要陪你去天涯海角吗 下车吧 我怕万事物和心灵 等得着急 你不要难过我 下车吧 放心 你是我的知己 也是我唯一的知己 心里有点小心眼 不过我一定会让他明白的 我看你 不要 见了师父和心灵 我该怎么请罪呢 不过有了这份合约 他们就不会怪我来 不行 我应该让心灵知道 如果没有芳华 我就不会有这份合约 也就不会有今天的那阿鲁 心灵他会明白吗 别忘了理解 别忘了理解啊 往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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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一下 让我进去 对不起 什么人啊你啊 师父 师父 你醒醒啊 师父 我是阿鲁 我回来了师父 师父 你怎么了 师父 发生什么事了 他被发现的时候 全身都是伤 嘴被捅了一刀 背后有枪伤 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师父 我求求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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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叫大夫来救救他行吗 我求求你们 来不及了 万师父 就剩最后一口气了 一直咽不下去啊 师父 我求求你们 我求求你们 赶快叫大夫来救救他行吗 赶快叫大夫来救救他行吗 小婦 大呼 你小子 听着 我把新蓮许裔给你 师父 答应我 答应我 我答应 与新蓮围棋 我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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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 师父 就有他 你 你 你发誓 我发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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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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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 师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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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联 师联失踪了 师 师父 师父 你 余大哥 站住 别拦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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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大哥 余大哥 放着我 拦着他 拦着他 给我 大哥 大哥 放开 好 怎么了 留生机不是卖得好好的吗 这谁又欺负你了 我师父被人打死 新莲也不见 新莲 什么叫不见 你干嘛吃的 谁杀了你师父 新莲能上哪去啊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呢 你为什么不守着他 为什么不看着他 我当师父在家 那你在哪 我跟孙小姐在一起 跟那个学生妹是吧 混蛋 你打死我 你打死我 还愣着干什么 臭家伙 跟我找人去 是 慢着 起手就打三更 无端白事 上哪儿找人 找什么人 找死 老三 别急嘛 医大哥 你一定要帮我 帮我 你听着 如果我找不到新莲的话 我就一拳打扁了你 你 向前 戞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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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子野心也太露骨了 野心是理想之母 你们知道吗 我看中的正是文强烈的企图和野心 其实你们最大的忧心是怕有朝一日被文阿璐取而代之 那就请你们多用头脑和文艺比高下 华业洋行绝不是安乐窝而是优胜劣汰的竞技场 你们不要把精力只放在文阿璐身上 多想想花椰洋行将来的发展前景 李济国后航的倒闭之日不远了 我们必须有所准备 懂吗 李宝银万万想不到已经掉进了韩斯先生的棋局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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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这就是那个流亡到中国的白鹅贵族李丽莎贝 他喜欢别人 你称他为伊王 这些白鹅贵族虽是流亡 但还丢不掉贵族的派头 夜夜生鸽醉生梦死 难怪大沙头二沙头 挤马了那些片吃片喝的罗宋小子和白鹅记 哦 马秀 这个伊王可不一样 他自称是沙皇公主 资金雄厚 刚到这里就成立了航运公司和金融控股公司 他多一多角 神岗两地 都要地震 所以他能住进沙面的豪宅 还把这里装饰的像沙皇的宫殿一样 听说这个老女人吃人不吐骨头 而且他专门低价收购工厂和商号 把别人的破产当成他餐桌上的美食来享用 嗨 汉斯 My dear 你怎么悄悄地躲到这儿来了 你好吗 我亲爱的伊王 请让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女士就是 我就是那个吃人不吐骨头 而且专门把别人的破产 当作我餐桌上美食享用的那个老女人 噢 我的天哪 您真的是伊王女士吗 我真恨哪些跟我议论你的人 她们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她们嘴里的老女人 有少女般迷人的容貌 请宽恕我的无知我的女王 好 请 亲爱的伊王 让我来介绍 这位是我的业务经理 斯蒂文 马修 你好 这位是乡里 威廉搜 你好 幸会 亲爱的 你成了party皇后 这里的名人贵胄都到齐了 我可以忍受没有阳光的日子 可是我绝对不能忍受没有party的生活 开party最大的收获 恐怕还是各国领事政商名流 成了你的座上嘉宾 这会有助你把这里变成第二个彼得堡 原来汉子先生是担心我抢了你的风头 阻碍你把这儿变成你的第二个海德堡 亲爱的伊瓦 你误会了 本土的华商才是阻碍我们在中国发展的绊脚石 我衷心希望能和伊瓦夫人结成盟友 是吗 汉子先生 你干嘛不把话说得明白点呢 我到底有多少利用价值 我需要你雄厚的金融实力做后盾 在融资借贷上 行方便 亲爱的 我要的利息可不低啊 你不担心你成为我餐桌上的美食吗 我可不是一个心软的老女人 伊瓦女士 我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目前最令人垂涎的美味 就是那些占据着神福黄金地段的 数百家华人商号的店面 哦 马修经理这么有见解 那么改天欢迎你到我的公司来 我们详细地谈谈细节和调节 一切好说 好了 你们先聊着吧 嗯 马修 你要为我降服这个狡诈狂妄的女人 看她盯住你那饥渴的眼神 嗯 这么说 哈斯先生 你真的要我去勾引那个伊瓦 你说得真够坦白 没错 我是要你勾引的 在这方面 马修 你极有天分 不是吗 她值得耗费我的天分吗 这个老女人在神岗两地长袖善舞 无人能及 在神岗金融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伊瓦这张王牌能不能握在我手上 就看你的了 这个老妖精很难缠 可这么一来我的大好青春 都得为了花椰洋行浪费在一个老女人身上 太不公平了 伊瓦出手阔绰交友广阔 你得到她的欢心 就等于一步踏进了上流社会 金钱上也有了靠山 你的大好时光 照样可以花在威廉那个花样年华的女儿身上 你将是人才两得 有什么损失 如此一来文阿璐 就再也无法和你匹敌了 人才两得 人才两得 当然了 人也要 才也要 要不然我何苦 跑到东方来冒险 文阿璐 你算什么东西 你怎么进来的 你想干嘛 我要嫁给龙哥 他是我的 你一辈子也别想得到他 我不想为难你 快去 你要抢我龙哥的话 我就跟你拼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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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除了我 谁也休想当荣哥的新娘 休想 谁呀 我 社主 这甲衣真漂亮啊 等不及做新娘了 可惜啊 这甲衣都做好了 还不知道何年何月派上用场呢 我连杀父之仇都不跟荣哥计较 我不信他没有良心敢不娶我 翠儿 你要想跟翼龙好好过日子 就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要是想做翼龙的新娘 只要听我的安排 我有办法让翼龙乖乖地娶你 真的 翼龙嘛 他这个人哪 太重情义了 宁愿天下人负他 他绝不负天下人 只要生米煮成熟饭 他顾及你的明节 绝不会不娶你的 可他这生米不肯下锅 难不成我应拉他进洞房啊 翠儿 翠儿 这么办好吗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怎么你不敢 为了嫁给龙哥 我连天打雷劈都不怕了 还有什么不敢的 这才是赵舍主的女儿嘛 过去的一切是完全不不想做人的 今天我才可恶到城市 早就不再相信 却还要去经历 宁愿相信美丽妄言 想我听当怕不上去 想我地狱擦不下去 想我听当怕不上去 想我地狱擦不下去 想我听当怕不上去 想我地狱擦不下去 想我地狱擦不下去 你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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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骗的让我觉得好幸福 你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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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骗的让我觉得幸福 过去的一切全都是别人的 今天我才可恶到城市 感到真实 早就不再相信 却还要去经历 宁愿相信美丽妄言 美丽妄言 想我听当怕不上去 想我地狱擦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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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出路就有幸福